阿和走了之後 民眾除了難過也感到很生氣 因為怎麼會就這樣子被天馬牧場給養到死掉呢 現在網路上已經發起了抵制天馬牧場的活動 昨天一天已經有超過萬人響應 這個活動的訴求就是不入場不消費 就是給業者最大的懲罰 有網友心疼說還畫了圖來祝福阿和 希望他可以從此不哭了 另外還有網友要求台中市政府要徹查 要終結動物悲歌